大家好,我是明明可以靠颜值去用实力说事的小亮 今天是4月6号,又是周一 有过去两天没有更新,有粉丝督促我了 我很开心 话不多说,今天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新闻 也是在刚刚半个小时,大概四五十分钟,不到一个小时之前 媒体才得到的最新的消息 就是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送进家户病房的这么一则爆炸性新闻 那可以说今天一整天,英国整个的媒体最关心的一则新闻 就是英国的首相因为十天赶上新冠病情后 整个的症状一直没有好转 在医生的建议下,昨天晚上去到医院一直到今天 但是英国政府没有给大家特别多的细节 所以媒体今天一整天都在关注到底英国首相在医院的病情如何 难民其实一整天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新闻在这方面 相反是在下午五点钟 英国的外交大臣代表整个英国政府出面做的疫情简报上 提到首相病情时还以比较轻松的口吻向记者透露出 首相并没有大问题,其实他还是一直在掌握着英国的全局 一直在工作当中 但是没想到仅仅是这个政府简报结束之后的一两个小时 就传出说英国的首相并送进了加护病房 我想这则新闻其实相当的爆炸 因为大概这么不到一个小时时间 各个媒体轮番报道 轰炸式的报道凸显出英国首相被送进重整监护室 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吃惊的细节 当然了,那英国政府的一些新闻发言稿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比较正面的语气 去告诉大家,他首相只是听从了医生的主观的一些建议 为了以防万一被送进了重整监护室 其实大部分新闻都是在推测英国首相的病情肯定是相当的严重 否则的话并不会轻易的被送进重整监护室 那政府的这些发言只是从安护民众的情绪考虑 没有将这些细节去说的特别严重 那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也是有情可原的 因为毕竟在这个全英国民众都在齐心要一起度过疫情这个当下 那么首相如果真的并且非常严重危及到生命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了 可以说是全容无首啊 那目前看来这还是一个没有比较早的消息 没有太多的细节透露出来 那希望是说接下来明天这么一天 那么有更多的细节当从医院传出来之后 我也会及时和大家更新 那么另外一则消息我想和大家分析的就是 那其实在昨天可以说是有一个另外非常重要的英国的人物 就是英国女皇 那她出面在全国的媒体上进行了很罕见的 可以说是她是她登基67年以来的 仅有的第五次的全国对民众的讲话 那在这个讲话中其实 也可以说她为了90多岁老太太 为了让全英国人民能够真真正正的重视这次疫情 能够认识到居家 不要外出这个政府的号召的重要性 那亲自出了马 可以说英女皇的号召力会比英国政府要大得多 那可以说在这次讲话中 她也是老太太也是费尽了心思 她一直可以说给英国人民送去了很多的心灵的鸡汤的鼓励 那但是在最后她也没忘了 我们没忘记说告诉大家 英国人民一定会挺过这次疫情 然后重新回到往常的生活 那之所以说这次英女皇的讲话很重要 是像我刚才讲的 这是她仅仅登基67年来 仅有的第五次全国讲话 可以说前面四次都是 纷纷是什么事情呢 一次 第一次是海湾战争 第二次是 戴安娜王妃的葬礼 第三次是英女皇自己的母亲过世 第四次可以说是她另外一次重要的活动 就是她60周年登基 那这就是第五次 那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 当这次的确确是英国面临的非常紧要的关头 那老太太就亲自出面了 从刚才我分析的这两条新闻 那也可以看出来 当下英国面对疫情的紧急情况 我个人会持续不断离和大家更新 希望大家继续能够点赞关注 你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也欢迎你评论和私信我 谢谢大家 还 coun说 那陆病 我们也不得抓 明年 员